事发在本周一下午三点左右 当时受害者正推着自行车 在宾顿市的麦克斯斯 Community公园散步 这时一名男子从后方接近受害者 并将其拖入隐秘的地方进行殴打和性侵犯 警方在昨天公布了疑犯的合成画像 并在今天宣布将疑犯逮捕 由于受未成年刑事法的保护 疑犯姓名并未被公布 疑犯会被关押直至保释聆讯